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 和你們的小編,Ke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石黑教呢? 這個宗教在印度部分地區非常流行 石黑教徒都爆住頭巾 他們不可以在公開場上除了頭巾下來 只有洗澡的時候才可以解下來 不過,流西蘭一名石黑教徒就打破了戒律 他解低了自己的頭巾給一名被車撞的男孩之血 打破了嚴格戒律,扣人一名 一個好心的男人叫Herman 今年22歲,來自印度 當日他見到一個5歲的男孩被車撞到 頭部流血不止 立刻把頭巾解了出來,幫男孩止血 男孩送到醫院搶救之後,終於脫離危險 如果當時Herman沒有見出他的頭巾 情況可能就有點不同了 Herman破家救人的事跡引起了人的關注 媒體去到他家裁風的時候 發現他家裡很簡陋 除了用來睡覺的床墊 一張塑膠的小桌子和兩張塑膠椅就沒有其他加據了 但他非常樂觀 看到救人的事還很謙遜地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想想所有人都會願意做相同的事 電視台採訪完畢之後 聯絡了當地的家居連鎖店 請他們送一些家具過來 Herman沒有想過自己會收到這樣的禮物 看見各種各樣的家具被搬到家門 他忍不住流下眼淚 除了多謝之外 他都說不出其他話 他坐在沙發上感慨萬千 還說如果離開世界的爸爸 看到這一幕一定會為自己感到很驕傲 後來Herman去到那個醫院 探望那位受傷的男生 男生還沒好完 但恢復得不錯 見到Herman的時候 小男孩非常之開心 但他的爸爸媽媽非常之激動 非常之感謝Herman出手相救 否則自己的兒子就非常之危險 石黑教強調做好事 服務他人和一事同仁 Herman也說 將人命置於宗教之上 這是Herman一名石黑教徒應該有的作為 在關鍵夜時刻 他可以解低頭巾救人 真是令人非常之佩服